我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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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多话 做个混音色也够用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喜欢打上海敲码的凯哥 视频每天更新 欢迎大家收看 喜欢的小伙伴们 可以给个点赞 或者关注一下 谢谢大家的支持 看一下第一副 这个起手牌 也不算是一个多么好的牌型 伤分量比较多 我们先打断一门再说 下家喵喵打八桶 八桶并没有去碰 因为碰完八桶 这个牌就等于是定型了 该让还得让 抓花杠七条 这个八桶感觉让好了 下家又打小筋 小筋肯定是要碰的 小筋碰掉 那就做出选择 开掉一对八桶 这个牌转型做混一色 再碰对家大头西凤 两队一碰 有这么多花 他们应该是要紧张起来了 三条抓队 跟着上家打北风 混一色算是两上杖 南风也抓队 这个牌倒是简单 混一色一上杖 这个牌如果再来队子 就可以做混碰了 上家打两条 这么多花就不等红盆了 直接吃敲了 得到人处且到人 而且我的牌挺得也挺好的 抓花 九条杠开 开心快乐 花混一色炸开 八十分加个苍蝇八十七分 吃不上辣子 让他们吃个牛也不错 看一下第二副 这个牌倒是很简单 直接一上章 来八条上天的 简简单单 对家大头打儿童点炮 两花六分 加仓影十五分 看一下第三副 这个牌大致勉强算是齐了 一个两上章的拍型 九条来先打小鸡 对子也来到了三队 三万来 那这个牌基本上只放弃做泡沫壶了 一上章 抓八条听牌 这个倒是挺好的 那就打掉九条 这个牌听得也倒是挺快的 后天第二副 要不再来 就是 东西 那 这是 这些 几个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头打8条点炮 4个花10分 加个仓意15分